隐藏栏位的标题 那我们使用枢纽分析法建立完以后呢 这边有个蓝标签 如果说觉得其实这样印出来不好看 同学可以在选项标签这里的右边这里 叫蓝位标签点选一下 就可以暂时把它隐藏 这叫蓝标签 这叫列标签 这是执行互动的时候使用 我们显示列标签我可以说 我只想看平板的三个人的业绩 有没有 那我只想看智慧型手机的三个人业绩 那如果说你现在列印的时候呢 也许呢我们就进行什么 在选项的标签这里 先暂时把这个蓝位标签隐藏 这在列印的时候就可以进行这样的处理 那当然如果要在操作切换的时候 再请你再把蓝位标题这个按钮把它启动